我们讲到说你用C的可能里面 有一种是我们在做排荣 就是我要扣掉什么 然后又重复扣了又加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出题目的时候 比较少出到就是要排荣的 因为简单来说就是太排列组合 太不级虑了 太排列组合了 所以就比较少在出 但是他实际上 他在现实中也是很常见到的一个情境 所以他出了也没有什么不对 那因为比较少练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小明给五个朋友各写了一张不同内容的信 然后在装信的时候随意装入 就他信封上面写了名字 可是他装的时候没有仔细看 那如果每个信封只放一张信指 则有一封信放对了的几率 至少有一封信放对了的几率 所以他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你排列组合那个单元 这个部分有夫妻换五半的小题 你有跟着做的话你就会知道 已知AA夫妇配对成功 就是已知AA这封信配对成功 其他随便 其他随便 那其他随便的情况下会有一个世界 对不对 可是已知AA配对成功 我现在不要看这个 已知AA配对成功 其他随便 当我去把它乘以五倍的时候 因为我不见得要已知AA 我也要也可以已知BB 所以我把它乘以五倍 这样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就说已知AA配对成功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也有BB配对成功的 结果已知BB里面也有AA配对成功的 换句话说AABB都配对成功的被我们重复算了 那我们到底重复算了多少呢 两人配对成功的都被我们重复算一次 所以这个是已知AABB配对成功的 但是就是乘以C五取二 因为任何的两个人配对成功的都被我们重复算了 那一样啦 就说所以任何的三个人配对成功的都被我们重复扣 所以又要再补回来 任何四个人配对成功的都被我们重复加 又要再扣掉 这样子 然后它的总数是五节 在这里要留意这一题是 每个信封只放一张信纸 如果今天问题是每个信封不限于放一张信纸 那你就会从五阶四阶三阶二阶变成是五次 五的四次三次两次一次零次 这里要注意一下 它跟那个士兵站岗有略微不同 因为我们士兵站岗的时候 你如果说有一岗没人站的话 那剩下的士兵 五个士兵的选项少一个 它会从三的五次变成二的五次 也就是说它是底数一直在变小 可是我们现在这里就是说 你假设A这封信放对了 其他不管 其他不管 那其他的信可不可以放进A这个信封里呢 可以啊 我只是说A这封信有进去对的信封 没有说其他不能进来的 没有我没有要把这个信封移除 所以说其他的信也可以进到A的这个信封 所以其实每个信在选的时候还是会有四次的选项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乘五倍 那我是不是要扣掉那个A也放对 B也放对 那A也放对了 放到A的信封 B也放对了 放到B的信封 剩下CDE三封信 它能不能够放进A跟B的信封 也没有说不行 也没有说不行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其实是 你因为有放对了 你就不再进来挑选了 所以你的次数是减少了 你的性质是你的次数减少 可是你可以被选的对象 你的信封 就是你的底数是没有动的 都是五的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 这样写 就是它的底数一直都是五 而不是底数减少 那我们要想清楚 我们也可以在同一个问题里面 你可以用二项式展开去讨论 就是说 我每一封信有五分之一的几率 放对五分之四的几率放错 那么在五分之一加五分之四 五分之一圈五分之四差的五次展开中 其中这个至少有一个对的 至少有一个对的 所以是除了 除了那个 我没有写那个C5取零之外 C5取零乘上五分之四的五次之外 其他的这个格加起来 那它也会等于一去减掉这个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这一题 可以按个暂停再看一下 两种算法都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比较少在讨论 有排龙的情况 看一下排龙怎么做 那当然这题同时 也可以用二项式展开做 然后呢第三小题 如果每个信封不限一张信纸 那说每个信封 恰好就是有一张信纸 在里面的几率呢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放对放错 我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你没有好多张在里面 可以吗 其实它没有错 就是五的五次分之五阶 但是它也可以用排龙的 它可以用全部去扣掉 有信封里不止一张 那有信封里不止一张 会是怎么做的呢 也就是说有的信封没有啊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士兵站岗的情形 你如果有的信封没有信纸的话 你是移除底树 然后你的翅膀不变 所以要比较清楚 这两种不同的情境 前面那一题是这个翅膀减少 因为你的信纸在一次一次的讨论里面 信纸是越来越少 但是你的可以放进去信封没有动 那我们现在是变成说 有信封没有 可是信纸没有动 所以算出来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给大家一个 去对照一下 这些题目到底差别在哪里 先来看这一题 这题我自己出的 过年期间 乐透公司推出超级呱呱乐 印制50万张 每张卖500块 里面有10张可以刮到1000万 那去二的时候 中午新闻报导说 该呱呱乐已经卖出了 50万张里面已经卖出20万张 然后已经有5个人刮中了 10张里面有5张被刮出来了 小米看了新闻也想要去买 好那小米骂说50万张卖20万张 所以还剩30万张 呱呱乐剩3分 可是奖已经被刮走一半了 所以说现在去买中1000万的几率 是比一开始就买还要低呢 那像是有点不划算呢 小米爸说 这个呱呱乐他印好之后拿出来卖 他每一张有中奖没中奖 在他印好了之后就已经知道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个50万张里面有10张是最大奖 那每一张中奖的几率就是50万分之10 所以别人有刮中没刮中 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就我们去买的那一张 他的中奖几率早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子 那他们两个谁对谁错呢 可以想一下 到底是说因为已经被刮走很多奖了 所以现在买刮刮乐中奖的几率比较低 有道理 还是说其实这个刮刮乐早就印好了 所以有中奖没中奖 中奖几率是多少都确定了 所以现在去买 什么时候去买都没有差 那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在一场生活中出现的 然后很容易想错 刮刮乐的随机性 其实发生了两次 一次是在印的时候 就是说我要印什么数字上去是随机的 然后一次是你买的时候 印制完成的时候 单一张刮刮乐上面最大奖的随机性就消失了 因为他已经印好了 所以要不然就有中 要不然就没有中 但是呢 但是你买到哪一张 不知道吗 因为你还没买 所以当刮刮乐剩下五分之三的时候 但是最大奖只有五张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你去买的时候 假设市面上的三十万张都有可能被你买到的话 那等于说在这三十万张里面只剩下五张是有奖的 所以中奖几率变成是三十分之五 也就是六分之一 三十万分之五 三十万分之五 就六万分之一 而不再是原本的五万分之一 对不对 那所以说小明妈妈说的是对的 那小明爸爸到底出来哪里呢 那就是刚刚讲到说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可能没有想到说 你去买哪一张 其实是随机的嘛 所以说没有错 刮刮乐已经印好了 这件事情 刮刮乐有中没中已经决定了 没错 但是你去买哪一张是随机的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点 就是小明爸爸有 讲的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对的 就是说别人有没有中 你不要看那个什么时候买好 别人有没有中呢 如果你已经买到手了 就是说我今天刮刮乐已经买到手了 那变成是怎么样 我刚刚讲刮刮乐的两次随机性 一次是印的时候 一次是你买的时候嘛 如果你已经买了 那等于说在这个 你买的时候的这个随机性 也已经消失了 对不对 那么你手上这一张 就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别人有没有中 你什么时候刮开它 是没有差别的 对吧 所以我买了 然后我不刮 然后别人一刮中 我就觉得说我中奖的几率减少了 这是不对的哦 就是你的中奖的几率 早就变成是零或一了 早就因为你已经买下去了 它印好了你也买了 你就是买这一张 有中或没中 早就知道 早就决定了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别人有没有中 跟你什么时候刮 都不影响中奖的几率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还没买呢 你还没买那么 你买哪一张的这个随机信 就还存在吗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受到 已经被刮出来的奖的影响哦 然后下面补充 刮刮乐的随机信发生两次 但是你刮中的几率 并不是这个说50万分之十 再去乘以50万分之一 因为有人会想说 在算几率的时候 那50万张里面 挑10张给最大奖 然后我50万张里面挑一张 去买 那这样我中奖的几率 是不是变得很小 对不对 变成250亿 2500亿分之十 这样子 那事实上是 这样算是不对的 这样算是不对的 我们只需要去算这个 50万分之十就好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你买任何一张的几率 都是50万分之一 可是任何一张都有可能被你买到啊 也就是说 50万条分支的树状图 每一条的分支会让你乘50万分之一 可是因为你这50万条分支都可以走嘛 所以这里会乘起来变成一啊 所以我们在算几率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用看的 那如果是乐透彩也是一样 随机性会发生两次 一次是你选号的时候 一次是开脚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也漏提到了这样子的类体 什么类体呢 就是他要你用符号表示 所以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 如果有两个一对的窑 这个拨啊 那金正石这两个窑在直出后 翻正面的几率并不是二分之一 而是批 那请问你这一对龟 丢出一正一反的几率会是多少呢 那其实你可以用树状图去做啊 因为他就是两个拨嘛 那我们前面有解释过 即便你分不出两个拨的差别 你还是要当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第一个跟第二个 而且其实不会分得出差别 因为一个是左边平右边圆 一个是右边平左边圆 他那个弯口会让你知道他是朝哪一边的 这样子嘛对不对 翻正面的几率是批 这个是正反 正反 不是二分之一 就是批 那批的话 那那个反面要写什么 这就是这一题要问的啦 这就是这一题要问的 如果你翻正面的几率是批的话 那你反面要写什么 答案是1-批 所以他指出来的话 一正一反的几率是 批乘上一减批 那你会发现我有两条都是这样子 所以会乘以二 那这个二其实就是C2取一的结果 C2取一就是我指两次里面 有一次是正的 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介绍到这里 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 说这里 我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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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